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北京 这边呢是北京天安盟广场附近啊 这边我看到有一个茶馆叫做老舍茶馆 准备到这边喝杯茶 看看这里的价格是怎样的 他这里面可以有演出的 带大家去里面参观一下 老舍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吧 幽默搞笑的下了专场 下午4点钟准时开始 老舍茶馆 包间可以喝茶休息 品尝精味的小点心 这个门楼也是特别的漂亮的 老舍茶馆恭候您的光临 每天晚上7点50 有精味综艺专场 变脸杂技魔术 来了你的客观 里面请 进来了 带大家进来参观一下 它里面呢有一个雕像 主要是展示了这里的一些文化 包括老舍的一些介绍 这是前美国总统来这里的场景 这里呢很多的艺术家 到老舍茶楼这里表演的一些画面 都是比较有名的一些艺术家呀 这楼上呢还有皮影戏看 然后有一些演出吧 一些小物件买纪念品呀什么的 现在人不是很多 喜欢收藏的朋友们肯定喜欢逛这种地方 这里面呢还有包括一些服装吧 然后主要是展示了一下这里的茶楼的一个文化 茶的一个发源 以及这个老板的创业历程吧 现在我准备下楼去喝那个大碗茶 在这边看了一下 还有特色哦 这大碗茶 营业时间10点到下午4点 营业时间10点到11点钟 这个茶怎么喝的 这个啊 可以喝吗 可以喝 这个怎么卖的 等一下这个30块 哇这个30块 30块的开车 哇还这样子 这怎么这么便宜的 这是 便宜呢有这便宜吗 哇老二分 很好奇哦 北京大碗茶 哇 哇 这个热的是吗 热的 哇 他这个味道挺浓的 竟然只要两分钱 那种绿茶的感觉吧 味道确实不错 很正尊 真的 他这个茶味真的是非常的浓啊 刚好口里面有点干 哈哈 我少了一块钱 他是0.02 就两分钱吧 我感觉有点少不出手 所以说我就花了一块钱 真的是吓到我的 我们试下吧 跑车 走 跑车